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,你考虑过没有? 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很厉害的搞科研的人,人家就不愿意在这里? 正好有一个甜粉问我说, 我研究生很快要毕业了,我想留在学校里继续搞科研,成就一番事业。 是去体验好呢,还是在学校里好? 其实在哪里好和不好,这我不敢说。 但是我可以讲一个故事给你听。 在很多很多年以前,那个时候我们做一个什么项目,机器人的项目, 那个时候跟着一个北大的一个教授,姓韩教授, 那时候做项目呢,我那时候还是本科,跟着一群研究生一起捣过的东西。 然后呢,那个破例那时候,就是给我这个本科生也发那个每月的这个补贴。 然后呢,这个教授他自己都有经费嘛,但是那经费呢,也是要到学校去报销的,也不是说是你个人就拿着。 所以呢,这个教授呢,以及领导学院里啊,都打了条子了,都说这个可以发,是吧? 我也每天忙前忙后的在那里帮着干活嘛,好了,可以发是吧? 我就拿着这个条子呢,去学校的财务去领钱。 那个财务就看我一眼说,你是野生? 我说我还是本科呢,然后呢,他直接把条子给我一扔,直接给我扔出来了。 说你本科生,你拿什么补贴啊? 然后我就跟他说,我说我们这个是,我说我们这个是,是这个学院里都同意的啊,我每天也帮着干活啊。 这个愧疑了哈,不说话了。 人家就在,就在忙,忙自己的。 就是,我连压根,我连理你,我都不理你。 那时候啊,我就,我心里太别生气了。 我心里想,你一个会计,你算个什么玩意的人? 是吧? 是不是啊,那个做科研的教授老师这才是伟大的人了,你一个会计算什么东西? 我告诉你,事实是正好反了。 你做科研的事算什么东西? 是吧? 对代言人也顾辟都不是。 他这个会计也是个最大的。 且不是说他有七大姑八大爷的关系。 他能在那里干,绝对不是你什么人都能干得了的。 你没有那个,你能干得了。 看见没有? 就是400块钱。 就是我去领了400块钱, 他都要羞辱吧。 我都不说了哈。 那个时候我,我就不干了。 我就到外面去接纸。 人家起业就给我1500块钱,一个月。 就是我的接纸哈,我是不是去上班,就在宿舍里,就在实验室里,给人写个程序啊。 给人花费带不把,反正是,人家就给1500块钱。 那里呢,我去领400块钱。 从沙门,从教授,到院里,都给你盖了张了什么,以后,他直接给你扔,给你扔出来。 连理你都不理你。 有人说啊,是金的,在哪里都发过啊,千万别现在就发,告诉你,不行,拨了不能说,怎么定吧。